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昨天是最低达到了5705点 中国方面则昨天的表现相对比较好 从周一的下跌中有所反弹 上证指数回升了大约是0.4% 深圳方面也有0.3%的反弹 再来看一下欧美方面 欧洲股市三个国家轻微上涨 幅度都在0.2%以内 而美国方面终于是结束了道琼斯过去12天的连涨 昨天有轻微的回调 但是幅度也是非常之小 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那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在昨天受到美元上的影响有所下跌 同时呢油价目前是保持不定 那在今天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美元加息这个时间可能会大幅缩短 狼是不是真的要来了呢 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这个一个月里面呢 包括澳元在内的一系列非美货币的走势应该说都是非常之强 像澳元它一直是保持在了这个澳洲央行给出的合理范围空间之外 央行给出的合理范围和美元的比例呢大约是在0.70到0.75之间 因此呢在汇率上超过0.75澳元就属于强势 那么在过去的三四周时间里面澳元其实是大部分时候都保持在了0.75之上 那从现在表现来看呢澳元我们知道了它为什么这么强 第一因素毫无疑问的呢就是铁光石价格的走势 铁光石价格一直是维持在过去三年以来的最高价 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还知道呢说到澳元和美元 说到的是澳元对美元自然而然美国的因素也会造成这个汇率的波动 什么因素呢就是这个老生常谈的美元加息 我们知道呢虽然现在美国已经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呢它每一次都在忽悠我们投资者 2015年的时候说要加两次结果最后是加了一次 2016年的时候呢说要加三次到四次结果呢仅仅也只是加了一次 所以到了2017年今年年初的时候 美联储虽然说美元要加息三次到四次 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已经像是 这个被你骗过两次了第三次再也不会上当了 所以尽管美联储说要加息几次 但是美元在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表现来看 依然是非常之弱 那是否是他们说的话真的会有效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哎呀这一次可能狼还真的会来 我们知道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市场上预测美国在三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仅仅只有10%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美国不可能在三月份加息 但是时间仅仅过去了三周到现在来看呢 经过过去两周美联储官员连续的讲话 现在市场对于三月份加息的判断已经从之前的10%上升到了70% 也就是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可能性 市场是判断三月份极有可能会进行第一次加息 那么三月份如果真的是第一次加息 那就很有可能这一次在今年美联储的说话呢 并没有欺骗我们群众的感情 按照他年初的说法三次到四次的加息速度来说 来说的话那就是理论上是第一次应该是在四月份左右 那如果这个时间被提早到了三月份啊 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会出现呢以非美货币为首的那些货币 会提早一个月结束他们现在的强劲走势 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今年啊 会像去年和前年一样美国说说说要加息 结果到年底才最后加一次 这个局面如果现在被改变的话 那么大众的心态也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换句话说呢美国重新开始加息 加速加息换句话说也就是使得呢美元的加速被提前了 美元的升值被提前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全世界的资产货币包括了是像这个黄金 像外汇像股市等等呢都会因为美国提前加息 或者说是美元正式开始重新走强而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投资者呢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引起重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如果美国在未来一两周之内继续重申 他们三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那么真的按照他们所说三月份第一次开始加息 那澳元未来的好日子很有可能将会不长久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找找来说一下的产品啊 昨天和前天大家都跟大家说到的是澳元 那么今天我们换一个产品来说一下的呢是啥呢 就是这个黄金 那我们知道呢黄金价格呢在过去的应该说是一个月时间里面 从1100多上涨到现在1250附近 从图形上来看呢如果我们看的是两小时的技术 是技术图形可以看出啊黄金价格呢 从应该从一月份到目前为止几乎是没有什么出现明显的回调 90%的时候都保持在了两小时的通道线以上 但是我要说的是但是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美国这每年出现的呢正式开始把三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提前 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元正式在三月份第一次加 那么它的美元的币值将会走强 黄金是由美元来衡量的 那么也必然会受到其影响 是什么影响呢 就是下跌的压力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由于美联储官员昨天晚上的讲话 使得黄金价格从两天前最高的1260附近 目前已经下跌到了1242 今天早上最低的时候 差一点呢就会打破这个两小时的底部 大约是1238左右 如果1238打破 按照之前的惯例 两条线依然没有回升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黄金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跌 所以大家注意了 1238 这个价格如果是两条 两小时线也就是在四小时之内无法回升的话 那黄金将很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下跌 投资者要引起非常大的重视 那最后呢 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新闻事件 在澳洲晚上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PMI 以及到了晚上凌晨2点钟 家园 因为是加拿大会公布他们的央行利率 以及呢 美国的制造业PMI 因此 今天晚上做英镑 做家园的朋友呢 要小心一点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彩定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